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嫌疑人X的现身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十一章 出了都营新宿县小旗站 草涕取出手机 撂出汤川的号码 按下通话键 他把手机贴在耳边 环顾四周 下午三点 这个不早不晚的时段人倒挺多 超市前依然摆放着成牌的自行车 很快就通了 草涕等待汤川接电话 还没等接起 他就挂了电话 他已经捕捉到了要找的人 汤川坐在书店前的护栏上 吃着冰淇淋 他一身黑衣白裤 戴着镜片略小的太阳镜 草涕穿过马路 走到汤川背后 汤川的眼睛一直盯着超市周遭 嘉丽略大师 本想出声吓他一跳 但汤川的反应出乎意料的迟钝 他一边舔着冰淇淋 一边如慢镜头板 缓缓转过脖子 你的鼻子果然灵乱 难怪大家形容警察是狗 汤川表情丝毫不变地说道 你在这种地方干吗 我可不想听到再吃冰淇淋这种答案 汤川报以苦笑 我还想问你在这干什么呢 当然了 答案显而易见 你是来找我的 或者应该说你是来打探我在做什么 既然你这么清楚 那就老实回答 你在干什么 我在等你 等 我 开什么玩笑 我可认真的很 刚才我打电话回研究室 学生说你去过 听说你昨晚也找过我 我想只要是在这里等 你肯定会来的 你应该从学生那儿听过 我会来小齐 汤川说对了 你为什么来这种地方 草剔提高了一点音量 他自认已经习惯这个物理学家 迂回曲折的说话方式 却还是按捺不住烦躁 先别急呀 要不要喝杯咖啡 虽然说是自动售货机的咖啡 不过应该比我们研究室的 素容咖啡好喝 汤川起身 把冰淇淋的蛋卷壳 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去超市前面的自动售货机 买了罐装咖啡 汤川跨上一辆停在旁边的自行车 镜子喝了起来 草剔站着 打开罐装咖啡 私下打量 你别乱坐别人的车 不要紧 这辆车的车主 暂时不会出现 你怎么知道 车主把车放在这儿 就进了地铁站 哪怕是只坐一站 起码来回也要用三十分钟 草剔喝一口咖啡 一脸厌烦地说道 你就待在这种地方 边吃冰淇淋边看人来人往 观察人性是我的嗜好 很有趣 少替自己吹嘘 快说 在这里干嘛 别扯乱七八糟的女朋友 汤川停了 转过身 看着胯下自行车的后轮挡你吧 现在在自行车上写名字的人可不多了 大概是怕别人摸清底细 可是以前 人人都在自行车上写名字 时代一变 习惯也跟着变了 你很在意自行车 之前也说过这话 看汤川的言行举止 草剔开始渐渐明白 他在意什么了 汤川点点头 对于现场气质的自行车 你曾说 那不太可能是故步一阵 我是说呀 做这种伪装毫无意义 如果是故意将被害者的指纹 留在车上 犯不着烧毁尸体指纹呀 我们可是根据自行车上 遗留的指纹 查明死者身份的 问题就在这 如果自行车上 没有指纹怎么办 你们就查不出 死者身份了 汤川的质疑 令草剔沉没了十秒钟 他压根没想过这个问题 不 虽是因指纹 和从旅馆采集的 失踪男子的指纹吻合 才查明身份 不过 没有指纹也不成问题 我们还做了DNA鉴定 我以前应该说过吧 我知道 这么说 烧毁尸体指纹 其实毫无意义 可是 如果凶手连这一点 都已经事先计算好了 那怎么办 你是说 凶手明知多此一举 还故意烧掉指纹 凶手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用意 不过不是为了隐瞒死者的身份 你想过没有 那或计 那或许正是要让你们以为 七至一旁的自行车 并非是孤步一阵 这出人意料的猜想 令草剔煞时 瞠目结舌 你 你的意思是 那正是孤步一阵 嗯 不过 我想不透 孤步一阵的目的 何在 汤川 从跨座的自行车上下来 凶手是想让你们以为 死者是自己 骑自行车去的现场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在于 这样共同玄虚 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死者 并非自行前往 而凶手正想隐瞒这点 就是说 死者早已遇害 然后凶手 把尸体搬到了那里 我们组长 就是这种看法 但你反对这种看法 我记得你说过 嫌疑最大的花岗镜子 没有驾照 如果有共犯 则另当别问 这个顾且不提 我现在在意的 是自行车失气的时间 你们已经确定是在 上午十一点 到晚上十点之间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你们怎么把时间 锁定得这么精确的 是车主自己说的呀 这不是什么复杂问题 你说到重点了 汤川拿着咖啡罐 炒草屁一只 你们怎么会这么轻易的 就找到车主呢 这不难理解 车主报了案 核对一下报案资料就行了 听草屁这么回答 汤川低声沉吟 虽然隔着太阳镜 也能看出他目光的严肃 你又想到了什么 汤川凝视着草屁 你知道自行车失窃的地点 当然知道啊 正是由我负责询问车主 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应该就在这附近 草屁回看汤川 他很想问他 为何要深究到如此地步 但草屁还是忍住 汤川的眼中 正散发出 每次专心推理时的敏锐光芒 走这边 草屁已迈开步 自行车失窃地点 距离他们喝咖啡之处不到五十米 草屁站在一整排自行车前 车主说他用锁链 把车锁在这里的栏杆上 凶手剪断了锁链 应该是 那表示 凶手事先准备了链调解 汤川说着 盯住整排自行车 不挂锁链的自行车 好像比较多 为何自找麻烦 也许凶手看中的自行车 正好挂了锁链 看中 汤川自言自语地嘀咕 到底看中何处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草屁有点不耐烦了 汤川转身面对草屁 我昨天也来过这里 就像今天一样 观察周遭的环境 这里一整天都停放着自行车 数量多得惊人 有的车锁得好好的 有的胡乱放着 凶手为何选中那辆 并不能确定就是凶手偷的呀 那假设是被害者自己偷的 为什么偏偏选中那辆 草屁摇头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被偷的是一辆 毫无特别之处的普通自行车 只是随手选一辆 如此而已 不 不对 汤川竖起食指 在草屁面前摇晃 告诉你我的推论 那辆车是新车 没错吧 没错 我想起来了 车主说上个月刚买的 汤川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正因如此 才会特意地拴上链条 才会一失窃就立刻报警 反过来说 凶手就是想偷这样的车 明知没挂锁链的自行车多的是 还是特地地准备了链条捡 你 你是说 凶手故意找新车下手 是 为什么呀 问题就在这里 若如此推想 凶手的目的显然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自行车车主报警 这样一来 就会对自己产生某种好处 起到误导警方侦查方向的效果 哦 你的意思是 目前所以确定自行车 是在上午十一点至晚上 十点之间时期 但这可能是错的 可是 凶手怎么可能预料到 车主怎么说呀 就时间来说 应该是 车主绝对会指出一件事 就是失窃地点 在小骑车站 难道这是固步一阵 好把警方的注意力 引向小骑车站 是 哎呀 我们的确在小骑车站 花了不少人力和时间 如果你的推论正确 那这一切不都白费功夫了 也不至于白费 毕竟自行车在此失窃 是事实 这个案子 可没单纯到仅凭死 就能找出什么线索 凶手的设计 远比你们想象的更巧妙 更精致 汤川说着转过身 迈开步子 草居连忙追上 哎 哎 你去哪里啊 回家呀 战友说嘛 等一下 草居抓住汤川肩膀 我还没问你最重要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案子 我不能关心 你回答我 汤川甩开草屉的手 我是嫌疑人吗 嫌疑人 怎么可能 既然不是 要干什么是我的自由 我无意妨碍你们办案 那我就不客气地直说了 你以我的名义 对那个住在花岗镜子 隔壁的数学老师 撒了什么谎了吧 你还告诉他 我还想请他协助调查 我有权问问你的目的 汤川定定看着草居 流露出难得一见的冷峻表情 你去找过他 去了呀 谁让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他说什么 慢着 现在问话的是我 你认为那个数学老师 和命爱有关 汤川并未回答 避开草居的视线 再次迈步走向车站 哎 等一下 是啊 草居在他背后喊 汤川驻足转身 我事先声明 唯有这次 我不能全力协助你 我是基于个人理由在追查此案 你最好不要指望我 你 那我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提供线索给你了 汤川听了垂下眼帘 然后对草居点点头 你要这样也没办法 这次 我们各自行动吧 说着迈步走出 他的背影带着果决的意志 草居不再喊他 草居抽完一根烟才走向车站 这样消磨时间 是因为他直觉 最好不要和汤川坐同一班电车 虽说不清楚原因 但这次的案子 显然和汤川的私人问题有关 而且汤川正企图自行解决 他不想妨碍汤川思考 草居在地铁里边晃边想 汤川究竟在苦恼什么呀 是因为那个数学老师 石神 可是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 石神没有半点涉案迹象啊 他只不过是花钢镜子的邻居 汤川为何如此在意他 草居的脑海里 又浮现出在便当店看到的情景 傍晚 汤川和石神一起出现 据石神说 是汤川提议去遍天亭 汤川不是那种做无畏行动的人 他和石神一起去那家店 一定有其用意 究竟是为了什么 草居这时才想起 公腾邦明紧接着出现了 不过汤川不像早已料到这点 草居不禁想起 从公腾邦明那里听来的种种说字 但他不曾提到石神 应该说 他没提到任何人 公腾当时说得很明白 我不喜欢干这种无聊的事 煞时间 草居脑中闪过某个念头 哎呀 不喜欢干这种无聊的事 这句话 是在说什么的时候冒出来的 就是现在 也有客人为了看他 才去买便当 他想起公腾 当时暗纳着不快 说出这句话的表情 草居深吸一口气 猛然挺直腰杆 坐在对面的年轻女子 像看到变态狂似的瞪着他 草居抬头看地铁路线图 在冰丁下出 很久没我方向盘了 但开个三十分钟后 也就习惯了 只是在找空位停车时 费了一点时间 石神觉得 无论停在哪里 都会挡到其他车 幸好有辆小货车胡乱停下 他决定紧贴其后停车 这是他第二次租车 在大学当助教期间 有一次带学生去发电厂参观 非开车不可 只好去租车 当时租的是七人 做的客货两用车 今天则是国产的小新车 开起来轻松多了 石神瞥向右斜方的大楼 上面挂着光辉印刷 有限公司的招牌 是工腾邦明的公司 要找到这家公司 并不困难 从草屉那里 他知道 工腾这一姓氏 以及经营印刷公司 这个线索 利用网络 他又找到了 汇集印刷公司的网站 还逐一查找 位于东京的公司 经营者姓工腾的 只有这里 今天一放学 石神立刻前往租车公司 租下事先预定好的车 到达此地 租车当然伴有威胁 就各种角度而言 都会留下证据 不过 他已经过深思熟虑 车上电子中显示 此时是下午5点50分 几名男女 从大楼正门鱼罐走出 确认其中有工腾邦宁的身影后 石神不禁身体一僵 他去拿副驾驶坐上的数码相机 眼镜贴近镜头 焦点对准工腾 拉近焦距 工腾还是一样 穿着时髦洗练 对石神而言 连该去哪里才能买到这种衣服都不知道 镜子原来喜欢这种男人 石神再次暗想 不只是镜子 世上大部分女人 如果让她们在我和工腾之间选择 必然都会选择工腾 在杜毅的驱使下 石神按下快门 闪光灯关着 天色尚早 四周仍很明亮 夜经画面上 鲜明地映出工腾的身影 工腾绕到大楼后面去了 石神早已确认过 那里是停车场 他等工腾把车开出来 一辆奔驰开出 是绿色的 看到工腾在驾驶座上 石神连忙发动引擎 石神驾车尾随 他不习惯开车 要跟踪 当然更费意识 立刻就有别的车切进来 几乎跟丢了 红绿灯转换时更难 幸好工腾开车注重安全 并没有开得太快 碰到黄灯信号 也规矩停车 石神反而担心 靠得太近会被对方发现 但又不能放弃 他已做好被人察觉的最坏打算 因为对路况不熟 石神不时撇向卫星导航系统 看样子 工腾要开往品川 车流量增大了 跟踪渐渐变得困难起来 一个不留神 一辆大卡车插了进来 一下子完全看不到奔驰了 石神正在犹豫 是否该变换车道 前方亮起了红灯 大卡车排在路口第一个 奔驰以绝尘而去 到此为止了 石神失望地折舍 然而绿灯亮起后没多久 就看到一辆奔驰 在前面的红绿灯处准备右转 是工腾 道路右边有饭店 工腾似乎准备开进去 石神毫不迟疑 跟在奔驰后面 对方或许会起疑心 但既然跟到这里 已经不能回头了 右转灯亮起 奔驰转弯 石神跟着走 进了饭店大门 左侧有一通往地下的坡道 大概是停车场入口 石神跟着 将车滑进去 工腾拿停车劝时 略微回了一下头 石神连忙缩起脖子 不知道工腾是否察觉到什么 停车场空荡荡的 奔驰就停在入口附近 石神则把车停在离那里很远的地方 他吸掉引擎 立刻抓起相机 石神心按快门 拍下工腾下车那一瞬 工腾正在留意石神这边 看来他起了疑心 石神头捶得更低 工腾直接走向饭店入口 确定他的身影消失后 石神才发动汽车 有这两张就够了 由于在停车场待的时间很短 通过出口栅栏时 没有被要求交费 石神慎重地打着方向盘 开上细窄的坡道 他正在思考搭配着两张照片的文字 脑中拟出的文字 大致如下 我已查明举你平平见面的人事和来临 我特地拍下了照片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问你 你跟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是恋爱关系 那你严重背叛了我 你也不想想 我问你做了什么 我有全命令你立刻跟这个男人分手 否则我的怒吼将烧向他 让这个人经历和腹间相同的命运 对我而言一如反常 我对此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也有办法做到 我再重复一次 如果你跟这个人有男女关系 我绝不允许这种背叛 我一定会报复 时神喃喃附送着你好的文字 他思考着是否具有威吓效果 幸好灯变了 时神正想离开饭店 突然看到花刚镜子 从人形到款款而来 时神不禁双目圆正 有声小说 嫌疑人S的现身 第十一章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